线上仙台框架监测器的分析工具是监测系统的 其中一个重要功能 这个分析能让成员国去分析和展示他们实行仙台框架的进度 特别是他们减少灾害风险的努力 在时间上和地区上做比较 而且这是仙台框架开始后第一次 这个分析让大众看到成员国如何汇报 全球目标和指标 包括报告灾难的损失减少灾害风险的策略 国际合作早期预警和危险信息 请留意只有经过成员国验证的数据才会显示在监测器的分析部分 如果成员国没有验证该数据那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这个影片会强调分析工具的一些主要功能 要进入分析工具按顶端的分析方格 之后你会看到一些选项 所有的数据都可以被筛选做比较 可以根据目标指标年份国家或地区 而被分析的资讯可以被存取做图表地图和表格 当选择你想看的被报告的数据时 你的第一个选择是年份和国家或地区 报告年份是数据的日历年 例如2017年一个特定灾害的损毁和损失数据 就是2017报告年度 国家和地区 选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被验证的数据 之后 选择目标和指标 现实 系统只是容许你选择一个特定目标 或者是全部全球目标AG 例如 如果你想看目标A和E 它们就需要被分开拣选 当你选择全球目标后 你可以选择看经验证的数据 或该目标之下一个特定的指标 如果你想看该目标的整体进度 按Progress 当你做了这些基本选择后 你就可以选择去比较 不同的国家或地区 你可以比较单一或数个国家或地区 你可以选择用图表或表格去阅读数据 按Evolution一字 下方的按钮 留意未被验证的数据和未被成员国输入的数据 在有关空格会是空白 或是显示为横线 在此阶段 您不能从系统中下载图表 表格或数据 愿者暴规んです 第三个 穆墩 1 三 三 三 二 一 一 阶